哈囉,我是薛靈六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遮瑟片的使用方式 現在同學們看到螢幕中的左邊 這兩個物件都有使用了遮瑟片 如果說今天你們在進行繪圖以及排版的時候 需要將這個物件改變別的形狀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今天的教學影片喔 那我們現在就來開始吧 通常以我個人的習慣要使用遮瑟片的時候 建議各位同學們請將你繪製的物件群組化 你們看一下螢幕中右邊這張圖 物件全部都是分開的 請記得選取 按下右鍵選擇群組 或者你們可以使用快捷鍵 comman家居 當物件群組完以後 它就可以全部一起行動了 這時候再使用遮瑟片我覺得會比較好喔 那遮瑟片的功能是要如何使用呢 首先你可以先繪製 你想要變成遮瑟片的圖案形狀 我先舉例最簡單的 我將滑鼠移到工具列 選擇圓形的工具 在顏色上你們可以選擇黑色或白色 我在這裡使用的是黑色 請記住一點遮瑟片的形狀 一定要在最上面喔 接下來選擇黑色箭頭 從空白處選取兩個物件 按下滑鼠右鍵 製作剪裁遮瑟片 就會完成遮瑟片的形狀囉 我先還原 那如果你是要使用快捷鍵的話 你可以選取兩個物件以後 按下comment 加數字7 一樣也會完成遮瑟片的功能 如果說你今天在進行排版或者是繪圖的時候 需要比較特殊的形狀 你們要怎麼使用呢 你們也可以使用筆刷 記得是在筆畫的狀態下使用 我現在隨意的畫圖 繪製完畢後 如果你覺得你的筆畫還是太細的話 可以在筆畫的視窗裡面調整它的寬度 調整完寬度以後 記得要把你的筆畫展開來喔 選擇物件 如果展開這個選項不能選的話 點選下面擴充外觀 你的筆畫 它就會變成是一個色塊囉 通常我都會習慣 將色塊的形狀連擊起來 多餘的節點就會消失了 接下來使用黑色箭頭喔 選取後面的插圖以及前面的黑色物件 選取完畢以後 按下你的右鍵 選擇遮瑟片 帶有點手繪感的遮瑟片就完成了 各位同學們可以看一下螢幕中 我現在已經置入了一張點證圖 要如何使用遮瑟片 方法跟前面是一樣的 通常建立這色片的圖案 除了矩形工具 還有剛剛使用的筆刷以外呢 如果你要使用貝茲曲線一樣也是可以的 我在這裡快速的示範一次 我畫出了一個色塊以後 選取兩個物件 按下右鍵 或者是按下快速鍵 comment加7 這樣就完成囉 那今天的教學就到這裡囉 如果喜歡的影片記得按個喜歡 然後將影片分享出去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的影片分成三種類型 短體教學 春帶開箱 插圖分享 無論你喜歡哪一種 都歡迎你直接訂閱我的頻道喔 我們下次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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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看